今天有好吃的了 大骨头 你小骨买的 妈大骨头炖串菜呗 可以 是不是有点多的 真不少 吃不完就坏了下去 那有晚了一会儿你去纠缠吧 我要拌点沫 拌点沫 我昨天拋的 对我要讲一下沫的吃法吧 好朋友们这个沫耳你们收到之后是干货啊 因为鲜的没法发就发坏了 你们收到后是干货 这个沫耳呢跟黑沫耳的吃法稍微有些不同 这个得先煮后泡 因为这个白色的沫耳 这个胶原蛋白含量比较高 煮的时候要煮10分钟左右 煮的时间长一点 然后再泡 千万别先泡后煮啊 先煮后泡 然后越泡越大 越泡越好吃 你看特别Q弹 像果冻似的啊 好 这插曲儿 你让我揪啥揪黄瓜 揪两个黄瓜 好 拌沫耳 朋友们好我是小蜜蜂 今天程老板的妹妹 我小姑上来了啊 买了点大骨头给我们 今天搁这炖酸菜炖大骨头 我们家地里摘了两根黄瓜 这个吃的比较方便 这个吃的比较方便 就不用上我山鼠内院去摘去了 哎 在这儿 看到没 这小黄瓜 老好吃了 这是有点扎手 有有有有 这个车扎手 这小黄瓜虽然小了点儿 但是特别好吃 大客上来了 哎 这车上拉的是铁矿石 红色的石头就是铁矿石 这边还有一个小脚瓜 小脚瓜炒个鸡蛋吃啊 或者拌凉菜吃啊都行 哎呀 看小脚瓜 糊上了 锅盖一盖 走银 我们全家要去沟里 先去采个蜂蜂浆 现在我们要去沟粮 沟粮 沟粮 现在我们要去沟里采蜂蜂浆了 哎 我三叔怎么锁的门 锁的 银人呢 银人呢 上我三叔在骑电动车 我小姑跟我一块 我小姑你看 我小姑穿我的衣服 哈哈哈 我小姑现在真年轻啊 当奶奶的瘾了 差不多得了 哎 哎 该老老吧 哈哈哈 嗯 我小的时候我小姑就这样 然后现在我都这么大了 我小姑还这样 哎 哎 哎 明天要脚密了 是啊 我孙叔啊 他在哪 他在哪 他在溜到国家去嘛 哎 五到国是溜到国 五到国上来 银人那边就是暖和 比咱这暖和 昨天你瓦的我瓦的 你瓦的 我瓦的 有的我没 没有的我没站 那站一下我站 嗯 我站 我不站 你不会站 我站 嗯 你小姑怎么不会站 到时候我就会了嘛 这个还有什么拿出来 不是巧事 你看啊马 爷爷 他小姑子来 让他小姑子干活 他姑娘马上就给踢出来了 哈哈哈哈 你看你看小姑 你看 就你这二嫂 你不能这么向上他 哈哈哈哈哈哈 挑拨嫂子与小姑子之间关系 哈哈哈 哎 我这条视频就叫 挑拨小姑子与嫂子之间的关系 哈哈哈 小姑子有用 这个西瓜皮可以给鸡吃 这个西瓜皮可以给鸡吃 太细了 这样就行 就刷点就行 哎呀 可是昨天没给你盖个活呢 嗯 可是又粘头了 受生了吧 还在挖活的时候一盖着 嗯 在挖活的时候一盖着 来套上罩衣 不用套 啊 这不低的时候 等下 等下 等下过一夜 就这样 等下 哎呀 这姑嫂两个人好的呀 嗯 不知道的还以为 你们俩个镜头面前 可是显摩呢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没你的时候啊 啊我小姑说 你和你妈出多少年 我和你妈出多少年了 哈哈哈哈 在这欺负老头老太太你看 老头老太太干活 我在这休息 这个感觉真爽 哈哈哈 大骨头要出锅了 大骨头炖酸菜 哎 三十四度的天吃大骨头炖酸菜 嗯 我那就是这么凉爽 就是这么凉爽 过糖粉 有过糖粉 来看看孙老板这个 绝对的好吃 芋木耳拌黄瓜 像不像凉皮 像 你看 都像凉皮 秋秋的 嗯 就这俩菜就行了 一个大骨头 一个凉菜 成菜 腌了 吃饭了 来尝试一下我们这个小木耳 不知道以为是凉皮呢 必须要说一下木耳 看看看看感觉如何 怎么样 好吃 特别好吃 就感觉 我感觉 比那个凉皮有嚼头 嗯 然后还比那个黑木耳软 软糯 对 黑木耳软 对 对对对 特别好吃 看这个 好 啊 感谢观看